濃濃黑煙直竄天際 三輛貨車陷入火海 消防隊員布水線趕緊灌救 撲滅過程車體仍不斷冒出黑煙 這條路煙霧瀰漫快看不見 我剛剛聽到有縫的聲音 聽過的時候就已經燒了 大家現場貨車都已經前面燃燒了 的話我們就是緊通人拿到泡沫圓液 火燒車還一口氣燒了三台 事發在苗栗聯合大學 二平校區附近的停車場 警鈴停放的三台貨車複製一具 三台車都是同一人的 車主說這幾天完全沒有動車 貨車停放的地方還是自己買的地 拖車頭也是近幾年剛買的 一個車頭六百萬 三個車頭一千八百萬 一下燒光光 老闆娘又氣又詛咒 誰在惡作祭啊 真的耶 要做這種事情切得了 真的假如是惡作祭的話 不得好死啦 看看啦 一場火燒掉必勝心血 損失慘重任誰也心痛 三台貨車好好停在停車場 竟然無故起火 有沒有可能人為縱火 等火場監視人員給答案 記者王俊傑黃山苗栗採訪報導 消防車打了左轉燈 正要下坡時方向盤竟然打死 鍋丸大迴旋 直直衝撞鐵欄杆 整個番禁綠油油的稻田裡頭 如果民眾全被嚇壞 趕緊上前查看 這時消防員冒出頭 要大家別擔心 消防車啦 他自撞 快到田裡面去了 他看你臉色不太好 你真的不要救救護車嗎 不要先留 大型消防車横躺田邊 鐵欄杆硬生斷裂 凡車現場就在花蓮受風箱 16號上午11點多 副搭隊長陪同剛報導的 無性消防隊員練習開消防車 一次不熟悉操作 轉彎轉過頭 時空自撞 翻覆農田 現場已完成四步處理及撤位 無性駕駛 酒色直為零 菜鳥駕駛開大車輛 或所幸車上兩人自行脫困 緊受輕傷沒有大礙 而在台南東區莊進路 救護車卡在車陣中 不斷鳴笛搶救生命 但前方叫車 不讓就是不讓 對向車輛常按喇叭 但駕駛動也不動 一次怕被科技指法開單 不敢越線 最後有騎士看不下去 就怕耽誤患者送醫 從到路口指揮 救護車這才解圍脫困 緩緩往前開 讓楊潔誠關於華聯台南報導 火超大 火超大 凌晨四點鐵工廠陷入 火害 火光猛烈 更在風勢助長下越燒越大 大火一發不可收拾 鐵工廠燒到塌陷 屋內一家五口三代同堂 原本住在二樓的媽媽 叫醒全家人一起逃出門外 沒想到二十七歲的小兒子 折返回去拿東西就此失聯 而四十七歲媽媽和二十四歲女兒 則在逃生中受到燙傷 進擊送醫治療 這妹妹有被燒 就眼有點燒到這樣 一個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回過頭上去拿東西 就卡在上面就沒下來 火勢更延燒到隔壁資源回收廠 滿滿織布 棉料燒個不停 空拍畫面驚人 事發在台中神鋼鐵工廠後方起火 家屬懷疑是電線走火釀災 火光烈焰狂燒兩個多小時才控制 直到火警後第六個小時 消防在火場內找到失聯男子 不過已經成了焦黑遺體 大火無情 一架五口 一死兩傷 二火奪命 起火原因是不是電線走火 有待後續調查釐清 記者黃昌富函 真心網上 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 是的 主播 今天凌晨四點左右 台中市神崗區新興路一百五十五號 一家鐵工廠突然失火 疑似是電線走火所引發 火焰是直竄天際濃煙密布現場 一片火海觸目驚心 警告觸動了十個分隊全力滅火 而現場也有一些民眾及時逃出 哪有走三個 哪有走三個 四個 四個 這工程是創什麼 工程做四個 據報由於對母子燒燙傷送醫急救 另外還有一位住在二樓的王姓男子 失聯 應該是還被困在裡面 沒有逃出來 王姓男子的家屬表示 鐵工廠失火之後就一路延燒 燒到了隔壁的塑膠工廠 因此更加的一發不可收拾 並且瀰漫著異臭味 至於真正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的釐清 以上是最新狀況主播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